好,現在回來了,繼續打這個敬敵 還有所有精靈已經升到最高,現在的LV上限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的是咬水 突襲,OK,突襲,對面用什麼技能呢? 深夜伏特,OK 深夜伏特我們用兵砌我的神速應該打死,因為上次打不死 這次升了LV就應該好一點 OK,可以 三個蜻蜓,一招兵砌可以收回檔 龍星群? 龍星群這樣不行 這裡還在搶點,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這裡咬水 突襲 突襲 突襲之後用色翼王,可以不可以呢? 我想到了,這裡用色翼王,然後用飛翼風暴 Mega飛翼風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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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個攻擊,不是吧? 避過攻擊 nice 大家都避過攻擊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換兵砌 他應該會用的是龍技,應該是易倫 我覺得 易倫 nice 一切都盡做,計劃多了 總之一個兵拳就可以收回檔 好 下一個,這個也是兵拳收回檔 那這個就是電磁波 一中電磁波他又死了 中,搞定 中了的話其實就很大機會可以打死 因為他的速度降了很多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打擊鬼的近身拳擊把它收回檔 nice 這個時候其實有點麻煩 我們可以直接用近身拳擊 近身拳擊 好,近身拳擊 近身拳擊 好,搞定 然後這裡我們可以用的重疊 降到速度 這裡再用導電飛鼠的放電 搞定 完美了,簡直是預備的計劃 打完了訓練師May 原來他是叫May的,英文名 我知道為什麼小油看得起你 不知道還會不會再見 火子雞 真的是火子雞 會回到右邊變成食魅獸 真是火雞 木炭火雞 這麼差勁? 現在速度是 不過不要緊 都未必會用得著 暫時來說 好,繼續 精靈大宅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進去大宅 開一些機關 看看下一把是不是 按這個 神秘機關 對 我先關掉雙打 因為開了雙打來升 這個時候先關掉 很麻煩 如果有雙打的話 野生雙打是真的適合於升 千萬不要在路下路打 很辛苦 看到雙打覺得很煩 小偷 咬他 咬他 咬睡 OK 這個又是小偷 咬睡 很多烏波 我們把新的精靈叫做超夢夢 這些是一些 研究所 八面怪 好害怕 輕機 好害怕 上次看到八面怪 然後輕機 千萬不要 好害怕 將新發現的精靈叫做夢夢 對了 OK 怎麼走呢 開掣 又是 南美洲深處犯這隻新的精靈 南美洲 這個劇情是不是有改造呢 應該不會吧 有寫完什麼 有寫完什麼南美洲這些地點嗎 找精靈 不是只是說加拿爾地區 還是其他地區 很煩 有沒有蚊怕水 這裡 有極巨 很久沒打過極巨化 很久沒打過 真的 難得打 去到後期好像沒有什麼特別作用 這樣 OK 穿洞 OK 下次我們要買一買這個蚊怕水 好 我們可以掘洞出去 OK 非常非常方便 這裡一定要買一大堆蚊怕水 不然不然很久走 有沒有 有 有 400元而已 這麼便宜 夠便宜 黃金噴霧 這裡開了門 這裡再按按鈕 然後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人跳下去 我記得也是 大狼犬 跟我一樣 咬 這裡我記得好像左手面 對 左手面是正確的 這裡 噴火駝石 這是下白的精靈 是不是在這裡 周地都是Mega石 周圍都是Mega石 黑鬧 咬 咬 咬 超夢太強大了 沒辦法控制到它 這裡上面 這裡開 TM14 是不是什麼暴風雪 秘密鎖匙 有啊這個鎖匙就可以什麼 陽光烈焰嗎 剛才那個 看看 看看 十幾 暴風雪 急凍光線 大晴天 陽光烈焰 剛才的 好 這裡可以走 開按鈕 離開 有個鎖匙就可以開 下白的門 咦 這裡還沒開 還沒走 開這個 就可以了 上面這個還沒開 不要緊 OK 我們拿了秘密鎖匙可以去挑戰下白的道館 直接打過去吧 對 不要煩了 直接打過去下白 咦 要按 這個麻煩 咬水 好 咬水 這些沒什麼特別 都是一些易打的東西 這單人的敬敵那個level上限又提高了 嘩 立刻打死了 冰凍拳 急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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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痺 神速 神速都不行 暴世龜 雙刃頭腿 雙刃頭腿 繼續繼續 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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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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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個咬水繼續 繼續咬進去 75咬水 大龍犬 還有什麼再升 還有 死了 這裡暴世龜 雙刃頭腿 OK 打下去吧 應該可以打到尾 到了到了 回來換個血 然後就可以挑戰這個下白 究竟是不是真的 應該真的是火系 但是火系 火系 就是狗味 因為下一把 他最出名的應該都是什麼 狗味 噴火龍 鴨嘴火龍 那些 鴨嘴火龍應該已經進化了 就是那隻 好像洛克人那隻 我想覺得好像洛克人 如果他是火系的話 其實也有點麻煩 因為我們的主力 四極王和兵砌我都是怕火 可以照舊大龍犬 我就是下一把 可以 紅年道館 這個 爵手可燃 是不是讀爵手 還是垂手可燃 火熔的精靈都是強大的 並有著強大的能熱量 他都可以把所有挑戰者都燒成灰 嘩 可以殺人 最好有燒傷藥 煤炭鬼一來已經是一隻很麻煩的東西 煤炭鬼是一隻高防的精靈 然後他一定是噴火或是熱風 這個時候就算怎樣打 隱形癌 OK 大爆炸 又放釘 好煩 看見那些釘 就覺得 打擊鬼 立即廢了 其實一開始打擊鬼 行不行 都未必可以 不要緊 當點 你又快過我? 是否因為有維根 有維根 有維根 他這樣很麻煩 有維根 雖然我也有維根 但我的維根未必夠那麼快 我也有一個維根 記得好像 講究維根 一開始他就用那隻煤炭鬼 其實煤炭鬼真的很難打 一定要是特攻 還要不會是傷黑的才能打死 要用傷黑的技能才能打死 真氣彈能量球 沒什麼用 氣化空間沒有隻學得 氣化防守沒有隻學得 究竟可以用什麼 我想到了 用麻痺可不可以 一來用麻痺令他不要放隱形癌 又是這個方法 SL大法 電視波 立即麻痺了 真正的遊戲 現在開始了 霍特攻擊 他也是放到隱形癌 他只要放到隱形癌 他只要放到隱形癌 他一定會爆炸 有點難搞 先麻痺了 然後我們把暴細龜出來 雙印頭錘 雙印頭錘也打不死他 有奇異花 有奇異花 那真的用梳拉邊 大哥 有奇異花 這樣的樣子出來 終極吸收 特攻擊 他有沒有密攻守 不知道 炸狼犬 咬碎 對 對 奇異花 忘記了 沒有 不夠打 整隊都很厲害 又是 他這樣出一隻葉綠素 奇異花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 神速是打得痛的 但是不會說真的很痛 因為我開了廣告維根 所以現在比火暴獸快 因為火暴獸原本是不夠我快 但是在雙方都帶維根的情況下 我比較快 但是其實道電飛鼠 我打算用這個麻痺 麻痺一下火暴獸 咦?這裡又用到飛躍風暴 為什麼呢? 我有月牧數嗎? 我身影力 閃耀和牌? 夢不星是改屬性 夢不星是 你沒有可指導的精靈了 好啦 今集時間先玩到這麼多 又要卡關又要想應對的方法 去打這個下巴 這次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